什麼值數應該知道吧 除了1和自己以外 沒有辦法整除的一個數字 那假設說我今天 輸入之後我要判斷是否為值數的話 那我這邊 假設我這邊輸入假設 這個這個是 裡面的話大概就是會請輸入一個整數 我如果輸入50的話是不是值數 不是嘛 它2會整除嘛 所以ENTER 25 所以它不是一個值數 那假設說我今天輸入一個假設11好了 11是不是 123 其他都不能整除 就1跟11對不對 ENTER 它是一個值數 OK所以呢 假如我希望 設計像這樣的一個 簡單的程式的話 我需要做哪些事 其實也是把前面 前面的包含什麼 INPUT 應該INPUT吧 INPUT之後會是一個字串 所以你將來在做 處理的時候記得 如果是數字 數字的話 比對的話 你可能要轉型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做什麼 這邊先告一個 變數吧 這個REAL 預設為FALSE 好 那再來就是 輸入一個 讓它輸入嘛 請輸入一個 一個整數 外面包一個INT 意思就是進來之後 我先怎麼樣 把它轉型 為 一個數字啊 不然的話 是一個整數 再來怎麼樣 去 跑一個回圈 跑什麼回圈呢 基本很簡單嘛 除了1 和自己以外 看看能不能被整除 那整除的話 就是余數等於0 有沒有發現 余數等於0 有沒有 就是 它進來這個 除以 多少 I嘛 所以有23456一直跑跑跑 如果能整除的話 那表示它就不是一個指數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呢 FAL裡面 會多一個if的判斷 如果呢 這件事情呢 它會為True的時候 特別重要 這個後面 不過這個好像多一個INT 因為已經INT了 這邊再多一個INT 好像有點多詞一句 那為什麼 把自己呢 因為這個我想 我講過啦 Range後面那個 一定是-1的那個前面 所以2跑到 自己的前面那個數字 看看能不能整除 如果能整除 能不能整除 就這個敘述 等於0嘛 如果等於0的話 那表示呢 Reroute等於True Reroute等於True 意思就是說能整除了 那整除表示呢 它就不是一個直數 那Break就跳離了 如果能整除就跳離了 不用再跑了 那如果呢 為True的時候 那就不是一個直數 如果反之就False 那就不是一個直數 我的邏輯是這樣啦 當然 可能還可以再更精簡一點 只是說你可能 每個人 想到的 都不一樣 裡面幾個重點 1 輸入一個直 2 看看能不能整除 所以你要跑 3 說輸出 OK 當然我有看過有人寫的方式是 兩段就好了 輸出直接就跑完直接輸出啦 但也OK啦 不過有的時候 寫得太精簡喔 反而閱讀 閱讀上面 自己能不能接受 你可以寫自己習慣的方法 第一個 判斷直數的程式 至於寫法 你可以參考我雲端放的 不見得要照我 一模一樣喔 第二個是 MANCE CAI CAI是個遊戲啦 就是說 我們用英文 判斷他是幾月 比如說要讓小朋友 學習英文 讓他執行一下 假設我今天 按個RUN一下 然後呢 請問一下這是幾月啊 你就輸入 那個數字就可以了 Juline是 假設我亂輸入 5月 好 小朋友輸入了 5月 Enter 答錯了 那他要怎麼樣 程式還是繼續跑喔 因為我這個地方是 回圈一直跑 直到他答對 才能跳離回圈 就無窮回圈就對了 先無窮回圈 所以無窮回圈的話 你就是 壞我回圈 剛剛教的嘛 壞我一直跑喔 然後 所以 也許你這樣還可以 寫一個Math的CII 或者是什麼 英文的CII 像全民音節 你可以把題目全部 摟進來 然後 亂數呢 出個 10道題 除非他10道題 答完之後 才能跳離 否則他就 一定要答 如果 可能給他 5分鐘 計時 如果他沒有辦法在 時間內答對的話 那可能就是叫他 再繼續讀書 如果讀書再來考 考不過繼續讀書 這樣的話我想應該小朋友會 不然的話他就一直在玩嘛 OK 那其實這也是一種遊戲啦 透過遊戲的方法 讓他們可以 學習 對不對 這個 我們現在只有做到 就是說 讓他一直 一道題而已啦 未來當然你可以延伸出去啦 題目可以load進來 然後可以限定時間 等等的 那假如說我輸入正確的 他Enter 他就答案正確 好嗎 這個地方的練習題 這也是後面練習題 我們還會再講到 第一個 我會 先產生 1到 12月的 一個清單 那當然12個變數 你不可能產生 12 就是放12個變 我們就放一個變數 一個變數呢 就是放在什麼呢 放在List 在Python裡面有一個獨特的 資料形態 就是List 很像那個 叫Array Array 類似Array 不過他這邊名稱叫List 那你可以怎麼樣 產生那個1到12月 不過名稱假設 你們要輸入1到12月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Excel可以幫我們代勞 Excel裡面就可以讓你自動產生1到12月 我是利用Excel裡面 你先輸入一個Generate Generate Generate 然後呢 有沒有 你可以打一個Generate 或者打一個J Generate 怎麼拼 我有點忘了 OK NU 假設這個 那如果你在那個Excel裡面 假設你其實你只要 至少你要會 Generate OK 然後呢你就再怎麼樣呢 再向右填滿 有沒有 有沒有 他就出來了 那我之前是把它複製之後有沒有 貼到那個 記事本裡面 然後把它取代一下 剩下來的東西貼到哪裡 貼到程式裡面 就產生這樣 前後可能加個什麼 雙引號有沒有 然後豆點 然後 產生一個List之後 那裡面可能你們會需要 後面我會再講說 因為我執行之後會亂數 從這個清單裡面 抓一個月份出來 那所以我們會需要一個 怎麼樣讓 程式可以亂數抓 的這個功能 OK 那這裡會需要一個 Random 亂數抓 那我會從什麼呢 這個清單裡面 抓一個出來 秀出來之後呢 讓使用者就回答 如果他答對了 那我就讓他跳離 如果答錯的話 就不讓他跳 所以 Random出來有沒有 從裡面抓一個 比對一下 請問一下這是幾月份 然後呢 壞喔 有沒有 這個地方 也是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呢 他的判斷 不等於1 這個如果不等於1 說他沒有答對的話 那就繼續 如果當他答對的話 那就怎麼樣 跳離這個回圈 OK 等於1的話 那這個時候 他就跳離 或者另外一個寫法 這個 你可以寫個什麼 換有True 如果這樣敘述的話 意思是說 無窮回圈 一直跑 那什麼時候離開呢 當他答對的時候 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什麼 Break 有沒有 他如果答對之後的話呢 那這個 這個1也不用啦 至少兩種寫法啦 你可以 當他 當他答對的話 那就Break啦 或者是說呢 你不等於1的時候呢 才進入回圈 這個是第二個 後面還會再講到的第二道題 第三道題是拆拳 剪刀石頭布 比如說呢 我今天想要設計一個什麼 跟 電腦玩 剪刀石頭布 所以你可以輸入什麼 剪刀石頭布啊 然後是結束就打一個END 如果我今天出剪刀的話 假設我今天出剪刀 Enter 電腦出石頭 你輸了 還可以繼續玩 所以會有一個無窮 如果你要結束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END Enter 退出了 這是第三道題 最後一道是搖骰子 這個部分的話不用啦 你就按一下 他就會自動去 骰子有6顆 他會亂數出找到有6顆骰子 並且告訴你大還是小 OK啊就會一直跑一直跑 好所以我們這邊有總共有四道題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先玩玩看 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先把它寫出來 所以 1 2 曼石西來 3 剪刀石頭布 4 是這個 出骰子 如果 等一下可以先看一下 待會 因為今天時間可能 剩下不多 也許先把這四道題 先看一下 如果可以 試做看看 我想 值數這一題應該比較簡單 因為他 前面好像都講過了 大概三個部分 一個是 Input的一個值 第二個是 跑一個回圈 那回圈的範圍就是 從 1不用 1一定會整除 從2到 自己本身的前一個數字 看看能不能整除 如果整除的話 那表示 就是 就不是值數 反之 就是值數 OK 這個我想比較簡單 而且 很多的那個證照考試 都會考類似像這樣的題目 這一題其實像什麼 秉級的 軟體設計經濟數字 裡面也有考 一樣的題目 Java也很喜歡考類似像這樣的題目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那個 判斷值數這一題 那另外那個 Month CAI這一題 又多了兩個 兩個東西 不過這個後面我們都還會再講到 第一個 如何 自動 從電腦 亂數取得一個數字 那我們需要的數字是0到11 因為 後面那個list 它的編號 index 是從0開始 0 1 2 一直到11 如果從 那個清單裡面幫我抓一個數字出來 一個英文字 然後秀出來之後 讓使用者回答 如果他回答 兩個是match的話 那就告訴他 你答對了 反之就答錯 就是一定要讓他回答 如果他答錯了 就讓他一直回答 如果答對了 就跳離 不過未來你都可以把這些功能 再延伸 比如說你可以增加一些計時功能 或者增加一個什麼 他的積分功能 其實就可以變成一個遊戲了 以後你甚至可以把match CAI改寫成什麼 什麼全民英檢CAI之類的 或者是多億CAI 然後你的資料可以從外部讀取 或者是雲分讀取 讀進來之後怎麼樣 然後讓人家回答 請你輸入 那個正確的答案 然後 甚至可以加上計時 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CAI遊戲 那這個是第2個那個 再來就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裡面 也是會牽涉到亂數 那我的邏輯是 如果出1是剪刀 2是石頭 3是布 反正就電腦先亂數出一個 跟我出的兩個比較一下 所以比較的話這邊 可能會有多重比較 比如說我出剪刀 那 跟什麼情況下我會輸 那這個當然你就是要去 做多重的判斷 if else 等等的 那 也是一樣跑一個 無窮回圈 那最後的話會有一個那個 骰子遊戲 這個骰子遊戲裡面 一樣會有個亂數 亂數的範圍也是 就是骰子 1到6 出6個號碼 所以這個骰子 除了亂數之外 還要跑6個 6個不是寫6行 你跑一個 4回圈就好了 有沒有 1到6 然後讓他跑6次 幫我產生6個號碼 6個號碼呢 最後 還需要做一件事 比較一下這個 6個號碼加總 到底是大 還是小 OK 大小的比對嗎 6 有3個號碼 36嘛 那 比18 18大 比18小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再出現 這個結果是大小 我這邊是跑10次 所以如果讓程式跑10次 結束 而且你剛剛有看到那個 我這邊還多一個功能 就是 跑一個輸出 讓程式 停一秒鐘 因為如果你一下子跑 跑太快了 感覺好像還沒有 沒有那種開講 沒有那個直骰子的那個fu 所以如果你要讓那個 有沒有 直下去你不能說馬上出現 全部10個出來 如果你希望呢 他直骰子每出現一次 就停一秒鐘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可能 還會在import 後面後面就講 import一個time time裡面的話呢 有一個方法叫slip 可以讓time 點slip 刮壺 1 就是停一秒鐘 這個後面還會再提到 所以 我們後面的課程喔 會慢慢再擴充出去 把前面所學的 再融入實際上 我們可能的一些範例題 然後慢慢慢慢增加啦 所以你們大家有點心意準備 前面的馬步要紮紋 之後後面的話 你在 學習上面 應該就會 越來越 感覺 原來可以做這麼多事情 那剩下我想 剩下一點時間 我想 請各位 還是先把那個 剛剛講的那四道題 先 邏輯了解一下 可以的話 可以先試做看看 不一定要馬上 偷看答案 你可以先 用你的邏輯寫寫看 尤其像植樹這一題 或是